嗯 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 那么这期cf首饰视频咱们来玩一下这个 浴火麒麟啊 那么来到耶岛清新这个地图 然后因为打的是匹配啊 感觉基本上都是人机啊 等一下真人可能会加进来 然后的话 我偶尔的话也会给大家去玩一下生化啊 生化也生化的话真人应该会多一点 打匹配的话 基本上至少一半 有的时候可能去对面全部都是人机啊 好 这波的话呢 这个感觉对面这两个都是人机了 然后这波天都听到脚步了 这边如果抱头的话呢 是可以获得一个钻石的啊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人机啊 感觉还是有点凶的嘛 有些个别其个别人 他不同的人机感觉枪法不一样啊 有些人机感觉枪法秒秒人还挺狠的 这波感觉对面是不是有真人家进来了 好 再收走一个 这波再收走一个 不错啊 虽然打的都是人机 看一下 诶 这个枪法水了 子弹没扫到他头上 然后的话对面的话应该是有真人家进来了 这波 然后这波穿一下箱子 扔个手的让穿一下箱子 然后穿了个寂寞 咱们去小房子看一下 对面的话感觉真人真人应该也不是很多 感觉大部分至少三个以上是人机啊 就没好 这波一个黄金暴头很帅气 然后这波点 但一点不出来点再点 好的你 对面估计就一个真人左右吧 最多两个 咱们暂时还领先 但对面这个真人好凶啊 他用的都 就这个叫猎人的 他玩狙的 一直在家里为所玩狙 这个人机有点凶的嘛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然后看一下 打掉啊 咱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玩玩人机了 当然对面是有真人 那个叫猎人的 玩狙的是个是个真人啊 等一下我去搞他啊 咱们现在人头数暂时是落后 但是我也不敢冒进啊 怎么穿一下 哎 我我我我换子弹了 你出来了有点难受啊 这波 看一下啊 他们应该快过来了 所以说提前扔个手雷 然后直接穿这个箱子 这果然是炸死他了 这个魔方手雷 他的炸多段 虽然说他整体的 整体的一次性爆炸的伤害不高 但是他能炸多段 这个魔方手雷也就是也是 陈老师比较喜欢的 这波打死这个人 然后陈老师决定去右边搞点事情 直接这波直接直接打一个 两个 好这波直接穿死一个三杀四杀 这波直接一个四杀 而且把那个真人叫猎人的也是打死了 人头数咱们一下子追了回来 但这个对面这个真人杀打人太快了 一下子又被拉开 对面难不成有两个两个真人 我感觉我们就我一个真人 一下子咱们人头数又落后很多啊 又落后三个 这下子感觉想追的话 而且陈老师快没子弹了 就这个真人啊 就这个 哎呦 但是被他拘掉了 想追回来几乎是不可能了 我们这边的人肯定会送的 没有办法 看一下能不能再打一个人头 这波可能是没机会了 啊 没机会了 但是没关系啊 咱们小刀干一个 这个这个怎么动都不动 虽然说咱们赢了 但是我肯定是我们这边的ACE了 而且我感觉 我感觉我们就我一个真人 对面的话其实也只有他一个真人 只不过他杀了28个 对啊 我杀了22个 互相扯扯屏 啊哈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